給國民黨一個機會 我們一定會重新站起來 要選民再給國民黨一個機會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領軍 跟著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帶著不分區立委提名人 到中選會登記 韓國瑜說 他要從每個不分區 都要做到這件事情 Now要思考 國家到底要什麼 也要看清楚 我們國家正確的方向 而要聽清楚 人民痛苦的吶喊 嘴要大聲說出 我們人民的疾苦 我們全部要用上 每一個不分區立委 絕對不能當哑巴 就是要為民喉舌 而韓國瑜的任務 不只要帶領不分區 還要拉抬區域選情 那主席朱立倫呢 會這麼問不是沒有原因 隨著韓國瑜 帶著不分區去登記 等同宣告他跟柯志恩 不會去當副手 可是前立委郭正亮不是說 柯志恩因為要跟侯友宜搭配 不能去當不分區而哭了一整夜 基本上我雖然是姓柯 但不是每個柯都那麼愛哭 好不好 而且郭正亮 你如果說是國內外的情勢 你可以好好的聽一聽 但是解讀女人的心靈 你就隨便聽一聽就好 如果還是讓我可以聽到 柯志恩哭一個晚上 那也是很好的消息 沒有這種機會 可是沒有這個機會的啦 也沒有這種事 極力否認當副手的消息 國民黨不分區登記的這一天 焦點似乎都還是放在 總統大選怎麼配 TVBS新聞靈異簡流率全會 加起來三區小組台北採訪報導